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母亲辛苦把他们养大的 他家的条件自然是比不上我们家 关键是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 给我第一项文质彬彬的 高高瘦瘦的 还是个大学生 蛮符合我的择偶标准 就这样我们接触了几次 他不像有的男的油腔滑掉 而是心细如丝 对我的父母也很满意 他家对我更是没得挑 于是我们正式交往恋爱 他对我很好 我的准婆婆每次见我 也都笑眯眯的 对我嘘寒问暖 关怀 位置 我觉得这样的婆婆真心不错 只是他的大哥听说 情势不太顺利 相亲好几次都黄了 我毕竟还没有进他门 是个外人 也就没有细问 在我们准备婚礼的时候 他说 他妈妈要把所有的积蓄都给我们 只是条件有限 希望我们家不要介意 我的父母觉得彩礼钱 必须有的 要不面子上不好看 反正可以结了婚都给孩子们 房子我们都已经盖好了 亲家母毕竟还有个儿子 用钱的地方不少 心意到了就可以了 关键事情商量好了 其他的小事就好办了 就等选个好日子办喜事 就在结婚的前两天 我去他家 婆婆请我吃饭 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有点困就在西屋睡了一会儿午觉 可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可能是喜事将近高兴的 就在我模模糊糊的时候 隐约听到婆婆和秦行在讨论着 我也想知道我在人家家里是啥印象 于是便竖起了耳朵 儿子 你比你大哥强多了 就一次就能找到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 怎么样 拿下他没有 妈你小声点 马上就结婚了不差这几天 你急什么 我怎么不急 为了让你娶他 我搭了多少钱了 你知道我装得多辛苦吗 让他怀孕才最有把握 以后他们家的钱 不都是我们家的吗 哪像你大哥 还相信什么爱情 我们家 哪有那么多钱 给他去说媳妇 还是我老儿子争气 那是妈你教育的好 她还以为我真的喜欢她 要不是看她家有钱 就她那样 我能看上她吗 她也是傻得天真 以后咱家就有好日子过了 听到他们对话的我 犹如五雷轰顶 想不到 平时对我那么好的婆婆和老公 原来都是装的 他们伪装得太好了 把我和我家人 骗得团团转 要不是今天 听到他们对话 还不知道以后 会怎样对付我和我家人呢 这心里恶毒的婆婆 和虚情假爱的老公 幸好还没有结婚 进他们家 我回去告诉了爸妈 他们很生气 推掉了这门 情事 婆婆来我家哭着求情 我爸妈说 这门情事已经不可能了 如果你们还要脸的话 赶紧走吧 不然我把事实 告诉大伙的话 你们在村子里也没法过了 婆婆听完 灰热热的走了 不敢再说什么 我很难过 什么时候 能再找到一个 真心爱我的人呢 写故事的人 只负责悲欢 雷和 听故事的人 只为泪流满面的感同身受 若你有缘 遇见这些故事 纵让我们 素媚平生 单凭这些久违的故事 你我 结算老友 北底 便是天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